它这个头还是很硬的 对 要给它剔成两半 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黑膜挂掉 不是一个它有鱼心那个胃 就是这个黑膜不去掉的话 它会腥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去黑膜这一步就很关键 鱼腹腔内的黑膜是鱼内脏的保护层 不过因为腥味重 所以在烹饪时要去除干净 剁成两厘米宽的小块 让鱼肉更容易入口 不过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呢 裹上那个红薯粉 要裹红薯粉 咱们为什么不用其他的 像什么玉米淀粉 土豆淀粉 比如说我们那个红薯粉 它那个有粘液 这个粘液性比较强 但是锁住水分 人人的锁住 这个吃起来的粘液滑嫩 它有个滑嫩的感觉 红薯淀粉是川渝地区的人们 烹饪时常用的食材之一 因为吸水性超强 它不但能包裹在食材外部 打造嫩滑的口感 还能独挑大凉 用红薯粉制作的各种调 片类制品 又被称为勺粉或勺皮 和辣椒快炒 就是一道家常美味 除了炒制 勺皮还是近年来烧烤架上的爆款 火遍了大江南北 吉坦韧与软糯鱼一身 是不能错过的实力派 那么正常春大哥又会如何用红薯淀粉 增加鱼肉的嫩滑度呢 均匀地撒一点是吧 碾碎 然后我这个抓的时候吧 你还得注意 因为里面有骨头 有刺 所以不能太使劲 红薯垫枕均匀裹在鱼块上 在热油和鱼肉间起到了缓冲作用 郑大哥告诉我 油炸的目的就是让本腹和鱼肉紧紧贴合 达到定型的效果 但炸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把鱼肉炸熟 要保持五成熟的状态 这样才能在烹饪完之后 鱼肉嫩到可以吸着吃 接下来我看我前面这么多的料 一看就是咱们当地特色是不是 这个是泡菜吧 对 这应该就是咱们这道菜的灵魂了 是不是 对 就是这个味儿 对 好 咱们先放 豆瓣 这一下去那颜色立马就出来了 对 这一下去放那个泡菜 干辣椒 对 我们喜欢麻一点的多放一点 花椒的加入让这锅底料更具麻的刺激 加水熬开 放入鱼块 此时包裹在鱼肉外面的红薯淀粉 就像过滤的海绵 将汤汁吸入其中浸润鱼肉 10分钟的炖煮 火红的汤汁逐渐变得浓稠 泰安鱼大功告成 5分钟的盤 两分钟的盐 8分钟的盐